现在来使用HTTP的Section 物件 Section 物件基本上是用HTTP Serverless request 的get section 方法去取得HTTP的Section 物件 它的运法基本上是这样 HTTP Section 这个类别 然后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建立一个Section 物件 等于Request.get section 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是用HTTP来写 因为Section 已经隐含在物件里面了 所以完全不需要Inport 就需要去建立物件就可以用了 但是在Section 里面你还是要做这个动作 你要建立一个Section 物件 Section 物件里面的话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法 叫做Section HTTP 就是说你要SET 我想应该就知道了 把东西放进去 SET 应该算是修改里面的取 再来的话要取的的话就GET 所以SET GET 你可以把东西放进去 把东西捕出来 然后这个问题就是这 也是透过这两个方法 SET 跟GET HTTP OK 那里面的话 比如说这个应该 我们刚刚有看到过 一样的 就是说第一题 题目一 题目二 问题一问题二 问题一问题二 我不是会把问题一问题二的答案 先存在哪里 前面几个方法 是存在所谓的隐藏栏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我讲过 那个是一个资料 你可以再存在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想要存在隐藏栏 因为隐藏栏有一个问题 里面的话 如果用户去看它的资料 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隐藏栏的资料 那如果说里面有重要的情绪 比如说是 身份跟字号 或者是你的帐篷密码等等 那你如果发到隐藏栏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基本上实际是 不懂的这个漏洞 那这样到时候批得很惨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东西是有 有亲密的 你就不能用隐藏栏 那你如果说你要把它 放在section里面的话 那当然是最棒的 因为基本上 后来我们在食物上面 通常反正无论如何 放 也不用去管银行人位 也不用去管银行人位 也不用去管银行人 反正就是放section就对了 那这样子就 你套就走 你整个全部封用 其实我跟我讲就是 你至少要知道 对你至少要知道 但是用不用就取决这样的事情 对啊 你不能说 我这里找 有时候懂選擇 那選擇 如果選擇 不能用的话 如果假如说 那个部分 你一定要用别的方式来 存的话 那你至少可以放出去 或者是其他的 等等 至少我们要知道 你的资料要放在哪里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要把资料存起来的话 首先的话 我这边 其实关键点就在这里 你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section 所以建一个section 就是往下 然后我就建一个section 对不对 那这个物件 其实就是做什么事情 呢 就是有点像是 在server上面 这样暂时让我放资料 有点像一个server的变数 比如说在段写程式都可以 圈证的变数 可以取决资料 可是在网页上面 你网页跟网页交换的时候 不允许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用section 来取代 就是 宣告变数的这个动作 那里面的话 我要把 资料放进去 我要怎么放进去 很简单 section开头 这个物件 你打上去之后 点 set 点set 主题 它之后会跳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是一样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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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一个key 一个value 那如果一个key 一个value 存进去之后呢 你现在要取出来怎么做 set进去 然后怎么取完 get回来就好了 所以非常的简单 那我就把它怎么样 放进去 第一题的答案 问题一 问题二 对不对 再来问题三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隐藏栏位 所以这边要完成之后的话 问题三的话 这地方就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要进一个sexy 然后分别的部分 问题的答案在这里 答案在这里 所以把它塞进来 塞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按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进到这个画面 我要把资料涂出来 所以涂出来部分的话呢 我这分别把资料 用get的方法 所以这边一样 先告一个sexy 然后呢 上面是用set 上面用get get 把q1 把它读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set里面有两个参数 在get的话呢 只有一个参数 然后再把什么呢 这些其分别都把它 get回来 所以总共有三个答案 三个答案 然后这边的话 最后一个我们用参数的方式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因为这个page 它是用post 所以我们用grouppost 里面也可以取得 所以一二三 上面两个是用patch 然后呢 下面这个是用 我们用post request里面有一个 post的方法 可以把里面的参数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exy 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 这个sample 我说一次 基本上跟 那个前面隐藏栏位的结果是一样 那个sample的话 我给它的名称 叫做 Section 你们可以叫HTV sections 的一个范例 然后呢 里面的话 我是建了一个 也是一样 一个phone 跟刚刚一样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是建立了一个 这个 我们 在读自己的话 是 这个 这个 也是一样 questions 这个 这个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 也是要按右键 你就再new 一个什么 new 那view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叫做什么 我这边取一个 叫question 9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 一样 那里面的话就是 把 刚刚的隐藏栏位 改为section 就是这三行 这三行 然后把它执行成 各位看一下 这边执行 基本上应该 开始做档 那第一集的话 就是AAA DPP 下一页 下一页 这个地方 如果按右键 去看viewsource的话 这地方就不会有隐藏栏位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放在section 里面 并不是放隐藏栏位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CCC 按完成 有没有 一样 结果会一模一样 可是 资料团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放section 一个是放隐藏栏位 甚至你也可以try一下 你也可以把它放took里面 放took里面 再把它读出来 也是ok的 也没有说不行 甚至你也可以试试看 像Java里面的Java IO Java IO里 你可以存一个文字档 放在文字档里面 再把它取出来 也可以 只是说哪一种写法最简单 其实基本上用section 我对我一直强调 为什么你连用section 用这么多 因为section太好用了 又简单 又不需要说 你要把资料写到database 或者写到文字档 因为文字档要写一块的程式 写database 要写更多的程式 那用section的话 一个宣告 一个set 就搞定了 所以section 真的是 目前资料放置里面 最简单的 而且也是最方便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那个sample 就是我们隐藏栏位的那个sample 试着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成section版 甚至你也可以把刚刚的 隐藏栏位的那个专案 把它重新再复制贴上 然后再修改一下 主要改的部分就是这个地方 要把它充成这样 所以你要看 建立一个section物件 然后呢 就用set 两个set 最后输出的话 也是用建立一个section物件 然后呢 再绑它怎么样 get回来 所以这个地方 主要有两个区块 一个是set进去 一个是get回来 谁试试看来 不要是这两个大区块 比较会有问题 比较会有问题 身体物件的话 它提供的就是说 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讯息 暂时存在这个server上面 但是它还是有生命周期 你不是说存的都永远在 什么时候会消失呢 其实你可以设定它的清存时间 理论上我印象中是30分钟的样 预设default好像是30分钟 但是你可以去修改 你可以5分钟就清掉 而且甚至你可以手动把它清掉 那因为它是存在那个memory server上面没有人 所以server如果关机的话 好像刚才有朋友说 基本上server是没有人在关的 除非说它要做例行性的设定 或者基本上server是没有人在关的